我要多謝大家的支持,我在書展跳一把舞給大家看 等我吧 這個是我第一次出的蜜,歡迎大家去購買 HELLO,這次是來九龍灣展貿中心 我就來這裡擺檔,這次是MTO一個Crossover的檔 我們是第一次去一個這麼大的場地擺檔 這次是有200檔的,但不知道為什麼我都差點遲到 現在又是剩下三個字,我又要衝過去擺檔 我不知道幾樓 很多人進去 咦,這麼大的頭 又來找自己的檔在哪個時間 因為這裡真的很大 好像我們上次去澳門的賭場 對,對,對,對 我們看到Galaxy的朋友 我都覺得現在很快 現在來正式的開場時間,還有10分鐘左右 因為近月都很多事發生 所以都沒有什麼介紹過我的產品 除了平常的產品之外 重點重點的商品就是這個我第一次做的刺繡帽 有富士仔和太陽君 還有我第一次設計的襪,有咖喱章 也都有富士仔 是真的非常可愛,而且很漂亮 但真的沒有什麼機會介紹 雖然大家有興趣的話 就快點快點買,全部都有現貨 是第一個買帽子 好,來看看漂亮不漂亮 合不合 很合襯你啊 是否好啊? 我講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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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晚拍片,你快來了 他們逼我過來 今天收到我人生第一個feeler 是Jerson仔送的 我想大家都很擔心我又不見錢的關係 所以是他們買了這個袋給我 決定我現在立刻要用的 這樣爛嗎? 不是啦 原汁原味,好像別人的offway那些鞋 鞋都不剪,就這樣釣在這裡 沒有剪刀 我們連筆都沒有,怎麼會有剪刀呢? 說得非常好 我們有Jerson仔示範 這個是向後戴的 十分之頭髮下去 其實今天也挺開心的 今天也有很多人來 每個人都真的跟我說 你這次不要誤見錢啊 就是現在就跟這個 不見錢的KOL一樣 加這張等於誤見錢 我早幾天呢 IGStory呢 PO說我在西鐵站呢 聞到一股韓國的味道 然後我就很懷念這一股味 因為聞了一股很想去韓國 但其實有些人是不知道我講什麼 但是也有很多人跟我說 咦這股味會不會是Lush的 一種叫Dirty的味道 我昨天就去Lush那裡聞了那個香水味 其實我覺得是不像的 也都不是我想像中的那種味道 但是今天呢 我有個讀者 有個觀眾 他就買了這個Lush的Dirty 一個叫做Solid Perfume的東西給我 是真的這股味 韓國的地鐵站 韓國的街道 韓國的... 你去韓國旅行一定會 經常聞到這股味 這股味是他們空氣的味道 可以說是 真的很神奇 多謝黎子 聽聞這個是 韓國男仔 不是韓國男仔 是宏大男仔一定會用的香水味 這條片真的非常之短 那如果大家對這些物是有興趣啦 又或者對... 對... 沒有興趣呢 就可以落到樓下 Infobox 應該有一條link可以給大家按下去買的 台灣的觀眾們大家好 Cari終於要來台灣了 就在11月30號到12月1號 就是星期六 都在這兩天我會到台北的重慾文川園區二樓 白洞 大家都可以來買我的設計的產品 有帽子、襪子、手機的case 還有很多東西買啦 早上的十點鐘到下午的五點鐘 大家都可以來找我喔 還有12月1號是我的生日喔 就是大家可以跟我說生日快樂 幫我買東西就可以了 這就是最大的生日禮物了 我想我連那個溝通都有問題 我等你們喔 我現在去書展了 今天是星期日 我都頗緊張 就是你活了二十幾年人 你都沒有想過 原來書展會跟你是有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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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關係的 所以都挺開心的 耶 耶 嗚呼呼 這個不是 這個不是書展要有的fight 我先做一個正常一點的人 我要捧著本書 大家幻想我的本書 printer 同學 你對於這首詩 有些什麼提法 今天影片是有apps on sponsor的rebo 就是他們的printer L4160 沒錯 除了可以print 印東西和scan 最重要是有wifi的 現在是一個無線的年代 如果在家裡的print 就有錢 你自己轉通一下 我不知道大家平時會印什麼 我自己會印些什麼 我自己會印些錢 其實有時抹完電話 都很想印出來 黏在家裡 只要你按一個按鈕 只是一個按鈕 剛才你開電話 開了照片 再搜尋這個printer 你找到它 你一按 其實它就印了出來 這一張 是我最近的 和洛杉坦合作的一個project 這個就是他們的 萬人行的活動 poster 家裡的printer 其實你印什麼都沒有人理會 而且是會非常之省錢 亦都非常之方便 在一部無線的printer 最重要就是 在一部頭髮加的pipip之外 我覺得你也需要問到 多謝 第一次拿這個證入書展 厲害 這句發生 很不足 Cur測 臨著 可否 為 你 成功 尋找 可是 繞 柳 看見了右手 誰よりも優しく ほら この声を受け止めている 眩しい朝に苦笑いしてさ あなたが窓を開ける 舞い込んだ未来が始まりを教えて またいつもの街へ出かけるよ 凸凹なまま水あけできた 二人の淡い日々は こぼれた光を大事に集めて 今輝いているんだ あなたの夢がいつからか 二人の夢に変わっていった 今日だっていつか大切な思い出 青空も泣き空も晴れ渡るように ありがとうって伝えたくて あなたを見つめるけど 繋がれた道では まっすぐな思いを 不器用に伝えてる いつまでも ただいつまでも あなたと笑ってたいから 信じたこの道を 確かめてゆくように 今 ゆっくりと歩いてゆこう 全部で だけで あなたがここまで 本当に多くの人いる 皆さんに来たくさん 終於食べ物を食べて 大きな 食べ物を食べて 最大きな 本当に感謝 たくさんにも たくさんのチャンネルに たくさんのチャンネルに あなたのチャンネルを たくさんのチャンネルを したい そして、こちらの誌へ と、書を書き上げた そして、書を書き上げて あなたの夢を 是非常需要大家去支持和支持的 這個是我的夢想 希望大家可以和我一起見證 這件事實現 這個夢想成真的一刻 那我們這個vlog就到這裡了 多謝大家 Bye Bye Haha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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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oom No Hahaha 我要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又去書展跳一段舞給大家看 等我吧 Hahaha